核硕第三季的合并营收比上一季大增将近两成左右达到了2540亿元EPS1.08 核硕表示因为社会与客户需求持续升温 核硕第四季的营收可以绞出个位数的成长数字 大客户苹果新激战发动 但市场传出新款iPad mini视网膜面板良率不佳 最大供应商核硕总经理陈建忠 在10月中旬还亲自飞到上海厂区盯人力 对此陈建忠做出澄清 派兄保证人力目前绝对没问题 那个中国的需求在第三季的时候 因为暑假的效应还有放假的效应 那人的人力的这个供给是非常不稳定的 现在你想这个主要假期也过了嘛 人力的供需是非常可预期而稳定 核硕法说会由总经理陈建忠 以及财务长林秋炭共同主持 公布第三季财报 合并营收2540亿元 较上季大增19.7% 年增13.9% 税后经历36.8亿元 更较上季大增46.4% EPS1.08元 我们预计大概在各位数的成长的范围 就是比起第三季 那我想以过去的那个电脑产业来看 这个算是不错的 因为以前高峰大概都第三季嘛 展望第四季 陈建忠更是乐观 与其将缴出各位数成长表现 至于大客户苹果持续分散代工厂过度集中问题 后续每一项产品都会有第二供应声 会不会造成代工厂大战越演越烈 出现抢单疑虑 陈建忠强调 目前已经积极向苹果争取iPad Air订单 虽然还没敲定 但成功夺单机会很高 可问为公司营运在天动能 富人学文关宇台北报导